这个行政院今天早上呢是进行的是内阁总词 那么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一大早呢是来到这个行政院 那么先在九点钟左右呢先召开这个临时的一个院会 那么事实上呢最主要呢是在这个这个行政院的这个临时院会当中 那么一一来这个感谢这些内阁的成员们 好像目前所看到的画面呢是在召开完这个临时院会之后 那么所有的这个苏内阁的成员都来到这个行政院的门口 要进行拍摄这个毕业照那么现场的最先情况先带你来看 好可以看到呢刚刚苏贞昌呢在这个行政院的门口 事实上呢是一一感谢的这些内阁成员 那像目前可以看到所有阁远现在都在行政院的门口 待会要进行的是这个毕业的一个合照 事实上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由这个准这个行政院的发言人陈宗燕 的一个农委会还有卫府部长事实上呢通通都是留任的 那么也因此外界会关注说如果说这个沉浸人组阁 那么新内阁会带给民众怎么样的一个新的气象 也值得外界来关注 那么像目前所看到的是在行政院的这个部分 那么待会呢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呢就会来到这个门口 也在行政院的这个前面来跟大家来进行拍摄这个毕业照 那么事实上今天一大早啊苏贞昌在八点钟左右就已经来到这个行政院 那么来因为今天是他上班的最后一天 那么这个心情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那有点如是重负的一个感觉 那么现在目前所看到的是呢 这个苏贞昌已经从行政院里面走出来 那么现在要来跟大家拍这个团体的一个毕业照 事实上呢他在这个担任行政院长这四年当中 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冲 先带你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好像目前所看到的是呢 苏贞昌已经在这一个做定位 那么来跟大家拍摄的是这个毕业照的一个部分 事实上在四年多的一个任期呀 那么这一个苏贞昌所主打的是会做事的团队 那么也因此可以看到呢 在这一次的内阁改组当中 事实上有不少阁员是留任 不过呢这个准格魁成见人在这几天的一个约循 事实上要在九合一拜选之后 如何让民众有新的气象 以及呢符合民意 事实上呢在这一部分 成见人约循的部分也是多方考量 而最新的一个状况是呢 在明天早上将会进行新旧内阁的一个交接 到时候呢这个准格魁成见人也会正式的来走马上任